是 柔高糖的製作材料油 棉花糖200克 手花生200克 那個奶油50克 那個奶粉120克 那將奶油放到鍋入鍋子裡面 煮融化後 再將棉花糖倒入煮到溶解 那用小火慢慢煮煮到溶解 不然它會燒焦 用慢火慢慢讓它煮 煮到溶解 明花糖煮到溶解以後 熄火加入奶粉 拔拌勻 煮蛋 煮生 煮 quick 煮雞 煮幾次 煮 以後我們再將花生加入 我覺得好像不夠多 再多加一點好了 它的這樣的稠度差不多了 趁這個 因為已經離火了 趁這個餘溫的時候 再把一個熟的花生倒入 花生可以分次的倒 用一次把它拌 我們可以在烤盤上 切上一張烤盤子 將 棉花糖與花生拌好的花生 鋪在烤盤裡面壓平 然後等待冷卻再來切 切成一小塊小塊的 然後再包到糖果汁裡面 嗨 大家好 我們剛剛所教的牛軋糖 已經冷卻了 那我把它切成塊以後 我們就用包裝紙這樣把它包裝起來 把它捲起來 向兩側同一個方向把它捲起來 你看 這就是我們今天所做的牛軋糖 很可愛吧 希望你們喜歡我的作品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請訂閱我喔 謝謝